Hello大家好,我是野晨峰 今天呢我看到了教育部发通知了 说是大学开学要继续延后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来自全世界各地 我也看到了我们的课题组群里 发了一个学校的通知 说是今年毕业生论文盲省 将会在4月15号开始 因为盲省是采取匿名的 而且是给其他学校的专家进行审查 所以是完全按照标准的 对于一些不合格的论文 是没办法过盲省的 过不了盲省也就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了 像我们学院去年就有一些人 盲省没有过然后毕业延期了 我还看到了说是今年的毕业论文答辩 将会在5月底至6月初举行 我记得去年我们学院的研究生 毕业论文答辩好像是在5月下旬吧 我们学校明确表示了 不会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 而降低对论文的审查标准 依旧会按照标准执行 像一些实验数据没有处理好 然后或者说毕业论文没有完成好的同学来说 他们都将面临研毕 如果现在已经开学的话 按道理我应该已经去了 采集我的实验材料了 我之前也说过 我需要去采数业做实验 然后这次疫情影响 就耽搁了我的实验进展 不管怎么说 希望疫情早点解锁 然后也希望今年毕业的时候 办法都能胜利的毕业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拜拜